手机市场又掀起新的战争咯 大陆手机来势汹汹 知名的小米机才刚刚亮相 马上就抢爆了 今天大陆通讯设备大厂华为 也抢进台湾市场 推出6.1寸超大萤幕的手机 比比要比目前市面上最大的5.5寸还要更大 是不是现在越来越多消费者都喜欢大萤幕手机呢 很值得观察 5.5寸大萤幕 Galaxy Note 2是目前市面上萤幕最大的手机 但中国大厂华为即将推出6.1寸大萤幕手机 号称世界最大 华为新机皇Astandmate 主打超大萤幕电池持久 拿各家手机拍拍战比一比 华为新手机个头明显大一劫 我们预计一个月内我们也 目标只希望能够上看一万台 因为其实现在网路上还有许多消费者 他的询问度都非常非常的高 中国手机来势汹汹 请一人助阵上演情境剧 无独拥偶 另一家中国手机大厂 小米机2s 24号将紧接着在台湾正式发表 两支大陆手机比一比 四核心处理器旗鼓相当 相机800万画素 平手比价钱 小米机价格清明不到一万元 但萤幕大小 华为6.1寸 远大于小米的4.3寸 5.5寸以上的这种手机从Note 2开始 就是还蛮多人会喜欢的 可是我自己是抱一点慈疑的态度 6寸这么大 这么大 这么大吧 这么大 你这么大的手机 请问我们男生怎么放在口袋 手机达人认为 萤幕大不见得是好事 但手机业者还是抢攻大萤幕市场 传闻韩场三星也将推出6.3寸 更大尺寸手机 手机争霸萤幕越做越大 但萤幕大是不是真的比较好 就看消费者买不买单 UDN TV 吴凯中 戴君尹台北报导